中文字幕 西安 作曲 《新年》 說說什麼股份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隻遠洋服務 剛才的時段沒那麼厲害 最後一批淹衝上去 遠洋服務 就知道是甚麼事 古民都猜到了 其實就是物館股 是羽羊集團旗下的物館股 你看到你走勢如何呢? 之前大致是一個長方形上落 長方形是三個六至四個一毫半 大概五毫子 上去的交易日 上去的交易日只有半個交易日 就突破了 今天再扯上去 就穿了平均線 基本上就穿了這堆線 全部穿了十天 二十天 五十天 一百天都穿了 走勢上轉強了 突破前浪頂阻力 以至看保利加通道 都破了民保的交通道頂部 出現突破了 所以潛力就在這裏 技術走勢上是轉強的 但今天就剛剛說了 大成交突破 但是升幅本來是英俊的 有動力不錯 但可惜 變度比較大 升的比較多 剛才也沒那麼厲害 四個三個多 突然想起我做節目 這十多分鐘 就衝了上去 就估計在這麼急的情況下 可能會有一點點回軟 即是急升之後回套 如果都覺得這個股份有潛力 不妨讓它回軟 考驗這個前浪頂的支持 這四個一號半左右 就可以到時考慮 操作一下 就博去 考驗完頂部支持之後 會迫緊 不一定跌倒 就再抽上去 再升一層 因為其實它也挺便宜的PE 十倍左右 歷史前率是十二倍左右 預期是九倍多 歷史的息率是離嶺 預期是兩年多 算是兩年多 不算很高 但是呢 因為PE低 跌了很多來物本股 明年可能有機會回頭 因為呢 其實都是因爵 內房股跌 跟著墊下去 中期的增益也不錯 還有呢 阿嬤羊羊集團 都不斷地回購回購 所以呢 就是增持增持 不斷地增持增持 所以呢 情況都OK 其實低位 再大跌的風險 是不相信 是否太大 就不像那些開堂 那些 跌到嚇死人 對於這些相信 就是不會這樣的狀況 所以呢 直播率呢 或者風險的指數 是不算高的 直播率也是高的 風險指數不算高的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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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